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不是要介紹今天是抽卡記錄 沒錯啦慣例的抽卡記錄來啦 那今天呢就是 痴意騎士 召喚痴意騎士的日子啦 沒錯啦 我們先把它召喚出來吧 召喚痴意騎士 怎麼好像 不久前才做過痴意騎士前瞻了 嗯沒錯兩天前 唉在混啦 先把它吃到滿級身心吧 然後先退出來 還是一樣管我們的召喚法陣前進 唉這禮拜免費還沒抽掉呢 先把那個以太 先買起來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切換成 唉沒錯慣意騎士 那就讓我們來 十連吧 唉兩倍兩倍兩倍 好 三個兩倍 再來 這樣經驗披薩一直超出 感覺有觀眾又要給我了 唉呦有五倍 這樣應該差不多了 待會應該可以再抽個 應該可以再抽一次以太 我的以太 我的乙太二星有望啦 又犯蠢了又忘記零活動的了 還是這個消耗零海量 好 先領這50顆就夠了 夠夠刺激 二星 反正刺激騎士的介紹 就是詳細介紹 一樣 之後會再另外做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 好 今天就只是主要是 在這邊抽一抽 然後把裝備穿一穿 然後我之前就說過了 他是 他是 這支敏捷系的輔助英雄 但雖然說他是輔助英雄 但是我也提過了 他的裝備跟以太穿的一摸摸一樣樣 這真的讓人懷疑 這支輔助他 真的沒有任何打傷害的能力嗎 然後呢 這個懷疑呢 我們之後再解答 然後我們終於又可以補以太啦 究竟 我們悲慘的以太 這 82顆的差距 能不能在這一次召喚法陣中 抽出來呢 先把他換成 以太 確定 10連抽 按下去 欸搞我 搞我 以太穩定50顆欸 真的是太穩定了 穩到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溫 真的溫 穩到包 欸 不會吧 這是沒有頭像喔 不會吧 難道這一次 生惡心沒頭像了嗎 我剛好像在 櫥子那邊看到一顆頭像欸 我看看我看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頭像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有啦有啦 還是有一個頭像啦 還是有個頭像啦 嗯 好 繼續捍衛我的 晨熙下人 嗯 好 那差不多 以上就是 我的 刺一騎士 二型紀錄 沒錯啦 然後 刺一騎士呢 他的主要輔助 是在第二招 然後 他的第三招呢 跟第四招 都是他本身的 加強 所以 加點技能方面呢 大招先點滿 然後 大招先點滿之後 再來點他這個小技 剩下這兩招呢 我是推薦先點第四 第四招再點第三招 好啦 那以上就是 吃一騎士的 呃 開箱 還有 他的抽卡紀錄 又順利二薪啦 沒錯啦 然後我的儀太 還是繼續躺在那 唉 還是繼續躺在那 你 你就繼續躺吧 我看你也 快要沒有出場機會了 儀太 來我們這個之後再來聊 那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是偉恩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 我是偉恩 那我們 下期 以太簡介 再見囉 拜拜